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必定逢凶化吉 长寿安康到老 下面就跟到老一起来看看 佛缘深重的人都出生在什么时候吧 一 几点出生佛缘深重 一 迎时 凌晨三十至早上五十 出生于迎时的孩子 他们天生命好 并且好与时常伴左右 上天关照他们 所以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就赋予了他们过人的才智 并且久勇久谋 他们善于交友 所以身边有许多贵人愿意出手帮助他们 加上一身男友坎坷 事业上风声水起 等着回报父母 将来可以为家里天福天才 二 四十 九点到十一点 出生在四十的孩子 命中带有无穷的福气 虽然早年不会太过顺利 但却是一个后职十足的人 依旧能拥走富贵的一生 福原在他们身上 完全得到了体现 一辈子的运气都不会太差 更不会有很多烦恼 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 从小就有着过人的胆识 他们勤恳努力但缺乏方法 好在挫折之后必是光明 特别是三十五岁以后极心照耀 福大命大 家庭和事业 皆能双丰收 有儿有女 幸福永远 三 五十 十一点到十三点 五十出生的孩子 数码时辰 天生德彩金辈 耳聪陆迷 但是他们大多都属于大气晚成期 因为这个时辰出生的孩子 在年轻的时候 事业发展并不是很顺利 有种时运不济 怀才不遇的感觉 但是到了三十五岁以后 突然毛泽顿开 大运将至 好运不断 再加上有天马吉星的辅助 终能凭借自己的努力 获得公民成就 一身飞黄堂堂 金玉满堂 四 薛时 十九到二十一时 薛时出生的孩子天生心肠善良 会为别人着想 为人耿直重感情十分朴实 需求别人的引导 只需在学业上肯花功夫 肯定能获得不凡的成果报答 中年将好运越来越顺 工作顺利 除外有人恭敬 晚年家庭和睦 子孙孝敬 再加之有天贵吉星的来历 将来必能取得公民成就 光宗要做 作为他们的父母十分有福气 家喻必将愈发忠实 成为社会的动良 五 子时 晚上十一时至凌晨一时 子时出生的人 生来就带有万圣的福气 有菩萨保佑 有着逢凶化级的好运气 他们为人真诚坦率 做事光明磊落 而且忠孝两全 能善待他人 更有着努力向上拼搏的精神 因此这个时辰出生的人 佛缘时刻相伴 一生比较顺利 尤其越少年纪 福气越明显 佛子身后好命之人 二 几时出生佛缘深重 一 农历七时十二时 农历初期为佛光朝圣日 而十二时则为 终神菩萨的诞成日 这两个日子出生的人 虽然早年吃尽人生苦头 总觉得看不到人生的希望 但无论何时都广洁善缘 为人敦厚又可靠 必定能够得到菩萨必佣 贵人辅佐 穷日子终将在三十五岁后熬到头 一年顺利生一年 农历化吉 病灾不灾 因为人善和慷慨 就连他们的下一代 也容易受到贵人的守护 人生平顺无灾 二 农历十七日十九日 农历十七日和十九日生人 生于财神和观世音菩萨的断称日 面有聚财阁 心地纯良 天生永久 难以更改的善心 就算是常被人称为傻子 他们也一如既往的单纯 明明将近好人多过于坏人 人上为人 周全处世 一生后福无穷 这两个日子出生的人 尽管单纯 但是运气却相当好 一辈子乐观随性 但是无病无灾 天才运还时不时的亲家门 中年后发迹不断 财户越来越丰荣 生活逍遥自在 富甲一方 三 农历六号 二十三号 农历初六和二十三日 都是黄道中扫除灾斜的 煤气的机制 出生在这两个日子的人 可以说是拥有 福度有缘人之父的人 性格随和 少与人发生争吵 一生结交朋友无数 欲强则强 欲凶则化 在任何职业上 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 哪怕是富贵无比 他们也不会忘了慷慨待人 因此福源无限 一生光泥 必定能享尽后福 活到百岁都很健康 四 农历二号十三号出生 在农历二号十三号出生的人 其实就很善良 和福祖的缘分很深厚 在生活里 不管做什么 都可以得到上天的帮助 所以一辈子都会很幸福 从事业上讲 农历二号十三号出生的人 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成就 工作上都会很顺利 生活里自然也不会太严重的 所以都是注定了 想扶起的人来的 五 农历二十四号 二十八号出生 要是农历二十四号 二十八号出生的人 很实在 甚至总是很真诚的人 从小都运势很好 会有贵人相助 时间推移 会让自己慢慢的财运很好 钱财方面都会很多 从此都会一直 蒸蒸日上的人来的 三 节日出生 福源深重 以农历一月 农历正月 天时为淫 阳气至盛 这个月出生的人 人生还就带有 旺盛的人气和福气 光明磊陆 一生无灾 无论是男女皆有福 命中福源 无始不在 正月出生的男人 性格虽然粗之大业 但却忠孝两全 善得他人有志气 菩萨保佑成权贵 而正月出生的女人 心思貌美 内外兼修 一股不服输的精神 使得他们的家业均通 佛祖在命中 化为贵人相伴左右 是绝对的有福之人 二 农历二月 农历二月出生的孩子 天生跟佛祖有缘 命里能够得到佛祖的庇佑 因为他们这辈子 命格都比较平顺 一辈子远离大宅大 并且他们做事 有能力很强 总是能够以勤劳致富 所以农历二月出生的人 这辈子最不愁没强化 每次逢兄都能化吉 越南都能常见 命运好的令人养红 三 农历六月 农历六月天时为墓 墓者为土 是财水墓库 更是诸神菩萨得到之时 由此可见 六月出生的人 命力自然有深刻的佛缘 天生心地善良 为人坦率 诚实就是很直接的象征 正所谓象游新生 六月出生的人 天生有佛像 念宽而气色红顺 气质从容 于事无争 也是知足常度之人 从小到大 没有什么灾难 男人是得菩萨庇佑 取得好心肠的老婆 家业日间富贵 两人则得佛祖毕因 嫁入一门父义门 子女有出息 后福无穷尽 也因为他们的纯善心性 这辈子多能长寿 安康到老 四 农历齐绝 七月出生的人 出生就有福体的陪伴 一生都会有福祖庇护 七月出生的人 都会成熟得比较早 做事情考虑得非常周全 心胸也比较宽阔 不喜欢去追求 名利这种东西 也不会因为一些小事 而与别人发生争执 他们成功路上 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诚信 还有独特的眼光 总是能够得到贵员的帮助 事业上工程名就不缺钱残 日子舒适安逸 五 农历九月 农历九月 天时为虚 虚为造土 事为金库 这个月份出生的男女 尼龙男友子为福心又福 厚德在命 生来心性本善 福音深入 父母族人皆安好 家庭终得大富贵 因此九月出生的男女 多数都比较富裕的家庭 衣食无忧 更难得的是 九月出生的人 一辈子极少有风浪 佛人在心中 善待周备人 所以贵人总能伴左右 一生逢凶化吉 能如观音 与如佛 越老越有后福 六 农历十一月 这个月份出生的孩子 天生冰雪聪明 动手能力强 他们做事情十分有耐心 一旦看到赚钱的目标 总是能够十年如一日的努力 所以这个月份出生的孩子 同样十分有出息 并且一生服务原身后 总是能够得到福祖的庇佑 一生财源滚滚 想不富都难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新清静 顺顺顺顺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